而随着近年来足球运动风气的盛行 华联市公所积极地向体育署争取 要在左仓运动公园兴建一座 现代化的足球场 20号的上午 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房瑞文 这是会同的审查委员一行人 在相关单位的陪同下 特别来到了现场进行会刊的工作 近年来足球风气盛行 但在华联县内却只有华联高农 每轮国中等地有标准的足球场地 可以提供选手训练与居民娱乐使用 因此华联市公所特别向体育署争取 要在左仓运动公园 新建一座八人制足球场 共4200平方公尺 当然有啊 我们华联市现在球场缺很大 对啊 它如果这边活化一个11人制足球场 我相信很多足球人口 然后尤其是离市区又近 那曝光率又高 所以一定会活化我们足球的 其实有一些学校有人工草坪 但是学校的人工草坪 大部分都是五人制的 那在使用上像我们国小 我刚刚有说过 就是我们比八人制嘛 那你在使用五人制的场地去 最后出去比赛是八人制的 那当然是不符合我们比赛情境 对啊 所以会更希望有更大的场地 供我们使用 20号上午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房瑞文 则会同审查委员一行人 在相关单位的陪同下 特别到场会刊 而这次希望四座的项目包括周边排水系统 防护网 踢架式投光灯 监视系统活动勘台 以及厕所更衣室 同时也将在场内铺设绿色人工草皮 不仅维护简单材质环保 还能防范因场地不良而受伤的风险 那其实在左仓这个地段后 我要特别感谢前市长魏嘉贤议员 那在他的任内里面 他起绝了在这一个区域的 我们的游主的一个木 那在这边我们希望政策是一个延续性 那我们持续的来将这个土地能够活化 那也希望说未来这个场域 运动场域能够成为花蓮市最漂亮 最大的一个场域 那我们真的希望未来在B区跟C区取决完成之后 那在于花蓮县政府民政处 所管理的私有木的部分 也能够来做加速整理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左仓运动公园 这个部分在A区都能够像拼图一样 一块一块把它拼上去 那建构成完整的一个运动公园 新建足球场不仅能提供各学校球员进行训练 并办理大型竞赛 花蓮市公所也会严拟使用管理办法 开放一般民间足球团体协会或球队使用 希望能借此促进与其他县市的运动交流发展 记者 许立琴 花蓮市报道